今天我们来一次室友知识大赛吧 室友知识大赛 就是问和我们相关的问题 答不出来的就出局 这样啊 那你们肯定比不过我 我是最了解你们的人 我自信啊 那我们开始吧 我先来 董公主给你们打个样 好 我先提问 雨桥的生日是哪天 陈雨桥的生日 你个花小的迈 连我生日都不记得 那个塑料姐妹 我从来没有记过别人的生日 都是别人听我的生日 小美 真是吹牛时候猛鹿骨 一看成绩零干五 下一个谁 我来吧 请听听 请问花小美说的最多的三个字 是哪三个 董公主 回答正确 小美 还真是一天说八百个董公主 林瓜瓜不许笑我 我来问 潘雨桥 请说说林瓜瓜声音最大的时候 是什么时候 是 发脾气的时候 是 是 发脾气的时候 好吧小美 我就知道这个问题肯定有战 谁让你吐槽我 没想到 瓜瓜的呼噜双也这么惊人 当雨桥 出鸡 下一个 我来呗 唐雨桥的妈妈 叫什么名字 你脆瓜 瓜瓜的小围指和大拇指 哪个长 一样长 小白雪 真的一样长 我可要给你上蠻多了 雨桥 想家伙 咋啦 请问这个水瓢在雨桥家是干什么用的 正常是用来给花花草草浇水的 但是雨桥妈不养花草 所以我猜是唐雨桥洗澡用的 很可惜 回答错误 那还能是用来干什么的 这是雨桥在家喝可乐用的 什么 这是真的 大我上次去谈雨桥家 七娘看见她用这个大勺 从她家的可乐杆里 一瓢一瓢的咬可乐喝 喝可乐用的勺 那大家学校干什么 看我买偷喝啊 对 雨桥全家都是这样喝可乐的 不带走这个大勺 雨桥回去就没复合了 好好好 都这样喝可乐似的 我出局 只剩林瓜瓜一个了 我猜今天我们会全部出局 不可能的 大家放过了 我妈妈的招牌菜是 巧克力辣椒汤 如何区分我和我表妹雨冰 雨冰的眼镜是一个圈一个叉的 我们宿舍什么时候最团结 打火锅的时候呗 不然呢 好 还是被林瓜瓜打出来 看来最了解我们的 还得是瓜瓜你 对了 今天刚好有个粉丝 给我第二张纸条 说是有问题要问我们 谭雨桥以前叫什么 我都不用回答 肯定有人知道